好 看完可爱的猫熊带您看看这个猫咪哦 那么在西方有句话说呢 curiosity kills the cat 好奇害死猫咪 这只猫咪可真的是差一点就惨了 他把这个针线吃到肚子里头 伺主原本毫不知情 直到有一天呢 他看到他的肛门露出了线头 那么赶快他用指向压住这个线 让猫咪向前跑 才发现呢 这个居然是长达40公分的线 还有三公分的针耶 那么这个针呢 好在并没有伤到猫咪的器官 只能说实在太幸运了 这只家猫真是命大 吞下了针线但却毫发无伤 就是那一天他在外面大便 然后就是怪怪的 屁股有红红的 因为那是肠子 之后还发现是线 就把他拉出来 那当时拉的时候并不知道说 有没有针 不知道 那一开始拉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有针 吓到了 四主说有一天看到猫的肛门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线头 但怎么拉都拉不出来 因此就用纸箱给压住 让猫往前跑 才发现 西条长达40公分的线 和一根3公分的针 让人惊讶的是 这根针在猫的体内 没有刺上任何的器官 还顺利的排出体外 只能说真的太幸运了 因为线可能是一个线状的东西 它可能会割坏整个场馆 那这只猫当然是比较特立一点 它是拉出来的 是好化无伤 猫爱吃鱼 喜欢啃鱼骨头 难问成它的器官有特殊之处 才不怕针刺 事实上应该这些小动物是 它喜欢吃骨头上面的肉 顺便啃 顺便骨头吃下去而已 受益师说其实不然把针吞进了肚子里 还有可能吃的猫肚破长流 猫会安然无事 也可以说是个奇迹 中天新闻张春华 评论报道